老板 你这瓜保钱吗 怎么还有黄西瓜 大哥 选我肯定舔哦 别选他 它都黄了 肯定是坏的 还是买我吧 红彤彤的多新鲜 小子 说谁坏西瓜呢 我可是黄贵妃 新鲜的呢 再造谣 我就告你诽谤啊 你看你那辣黄的脸 怕不是一生的人造科技与狠活 转静音的不 安全不 有没有受胃啊 没有音味啊 都是西瓜的清香 难道你真的是人造瓜 你可别听它污蔑好瓜 它们红西瓜主要含有切红素和胡萝卜素 切红素越多 瓜壤越红 我们黄西瓜只有胡萝卜素 没有切红素 呈现的当然是黄色 这只是品种差异 可不是人造科技呢 原来黄西瓜的颜色也是天然的 并没有添加科技啊 那我得回去尝尝鲜喽 唉 你们这些细心厌旧的猎奇人类 就喜欢吃些非主流的东西 早晚有一天得吃亏 你这家伙当我晒太阳了 小心 我不叫胃 其次我在这儿是我的命 怪你呸事 看在我的脸部撒野 脱腻了 看我不收拾你 就你 毛都没长齐敢跟我叫板 你脑子没病吧 你神经病吧 居然把我的筋肝扳掉了地 谁叫你臭嘴巴 活该 唉 这辣椒咋长这么弯了 嘿 都来上面那个火眼望 啊 怪我 我什么都没干啊 就是你弄伤了我的筋肝 害我吃不到营养 唉 肚腐渣工程 路又烂又窄 兄弟们 换载道 嘿嘿 我还见不到太阳 没法进行光合作用 辣椒蜘蛛本来就矮 金刚离地面这么近 空间有限 我长着长着就碰到地面 只能玩着找咯 敢跟我抢资源 变弯都便宜你了 唉 这生长条件过好 辣椒居然也会变弯 卖相差 拿去喂猪吧 老板 来分鸭血 好累 新鲜的鸭血 吃火锅必点 好新鲜哦 真的真的 刚对的 什么 刚对的 假鸭血呀 哎呀 别听他胡说 我没胡说 做一份鸭血太简单了 准备一个容器 往里倒一千克纯净水 十克食用盐 一百克纯牛奶 等等 为啥要放纯牛奶 哎呀 商家的基本操作 这你都不懂 我 我 我懂个锤子 最后 倒五百克鲜鸭血浆 用筷子朝着同一个方向 搅拌三十秒 静止等待二十分钟 一份完美无瑕的鸭血 不就做好了吗 完美的 我都被糊弄了 这全是水 感情这鸭血是水货 我要吃真鸭血 鸭血产量低 没给你混着吃别的 都不错了 你赶紧闭嘴吧 像这老母鸡 咕咕咕咕的 哦 母鸡 那你这鲜血浆 真是鸭血浆吗 不是其他的吧 嘿嘿嘿嘿 你说呢 今晚整个大餐 来个蒜蓉粉丝开备虾 白酌多简单 干嘛非要带上我们大蒜 目前手上有味吗 就说 你们大蒜自己咋不上劲呢 净化一下 把这臭味给去掉多好 这锅也能甩给我 你不脸红 香味别吃不就完了吗 这下我洗干净了 看你小子还有什么可说 真正一点常识都没有了 这臭味 是我身体内的酸素源 鸡酸酸酶 相互作用产生的 水吸可是去不掉的 味道既然还在 我就不信了 你这味太臭了 全真吸不掉 要不你摸摸我 不锈钢可以取出 很多异味的 你个水龙头下插我啥 你烧钱出你的水得了 啥 难道莫不锈钢真有用 不锈钢 空气水分子 同时接触产生的 触媒作用 可以把一味分子结构 分解还原成 无畏惯碍 你不信文文 我跟你无怨无仇 你干嘛毁我 居然真的不臭了 不锈钢果然能去异味 妙啊 兄弟 你老家是哪来啊 关你什么事啊 是地海拔大棚种植的 我知道你 是就是 你又是谁 有啥背景啊 我老家云南的 我是云南高山蓝莓 我们那儿阳光充足 昼夜温差大 我们的营养成分 只是比你们普通的蓝莓 要高一些 你吹牛吧 能有多高 也就几倍吧 凡尔赛 我个头饱满 没有工业污染 不打辣 不推熟 不染色的 可以说是天生丽质 外侧还包裹着白色果粉 新鲜得不得了 不像你 得需要些科技和狠活吧 我 我也有优点啊 花青素 深受女性喜爱 我的花青素很高啊 干我比花青素 你胆子也太肥了 我的花青素 也是你们的好几倍呢 对对对 还是买点云南高山蓝莓 给老婆吃 果香浓郁 满口饱汁 花青素含量高 老婆肯定会喜欢 哈哈哈哈 对如今五花八门的火锅家族 大冬天 我们该吃什么火锅呢 嘿 冬天这么冷 必须得吃我们北派火锅的代表 涮羊肉啊 羊肉火锅 可是原朝冬天菜 火锅家族中的老道哥 羊肉是温性食物 最适合冬天吃 我将传当年 狐狄里南章 夏天人快跑 就是靠着水煮房间羊肉 才挺过来的 吃肉嘛 主打一个豪放 乌不乌 等年应该吃点辣椒才行 必须得上川鱼火锅 川鱼火锅虽然出现稍晚 但麻辣鲜香 花椒辣椒能驱寒驱湿 这款吃正合适 而且川鱼火锅 可是从底层的传功 现夫手里带吃的 各种嫁祸食材 在不同格子里互不影响 这火辣 经济又好吃 接地气得很 是目前最受欢迎的火锅 我们吃不了辣呀 还是试试我们月系火锅吧 月系火锅可是地道的养生派 论汤我们可是专业的 沙豪的骨汤配上海鲜 燃养丰富 主打一个原汁原味 海洋与传统饮食文化结合的产物 能让你们体会到大海的魅力 再配上沙茶酱 让你万不良 是不吃辣群体的首选 要不你们试试江浙火锅呢 我们不光坚固美味 还注重意境 我们的菊花暖锅灵感来自陶渊明 菜菊东篱下 一锅暖人心 菊花的香气融入各种食材 花瓣随它招服 一口下去满口清香 可以说江浙火锅 是最有诗意的一种火锅 那叫一个高雅 哎 意境有什么用 管饱吗 要我说还得让我们冰醉火锅的 我们那边自乎以来靠山吃山 多的是各种山寺海味 纯天然能让你大饱口福 只要不瞎吃 绝对没事 别看我们小众 这可是原生态的泥土芬芳 绝对能让你们难忘 好难选啊 所以冬天到底要吃什么火锅好呢 我跟你说 我发现了一个好地方 跟我们兄弟两个一辈子不愁吃喝了 你可别骗我 人类防我们防得越来越厉害 我现在每天都只想躺平 懒得出去觅食 我要是大老远到你这儿来以后 发现你耍我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果然是个好地方 可惜我的父母年纪太大 要不然能让他们一起过来该多好 别想那么多了 我们先过去看看 你们是谁 怎么会在我的地盘上 这你可管不着 哦 我说这花怎么最近长势不好 原来是有牙虫 多这么喷几次 让洗衣粉堵塞牙虫的气孔 没了牙虫应该就能好起来 我还没打电话回家报平安呢 身上没有牙虫的感觉真好啊 妈妈 你别丢下我 儿子 咱们杜鹃鸟是丧是鱼儿 妈养不活你 我刚摔了一个喜鹊蛋 给你在争取的空间 你认喜鹊做妈吧 我只有一个妈 我不要喜鹊 老兄 为啥你长得比我们大那么多啊 谁是你老兄 傻憨憨 你摸到我应该摸位了 给我下去吧 你这哪来的野鸟 肯定不是按摩切住你 你想推的是你才对 我不是野鸟 野鸟 野鸟 没骂药 闭嘴 想把你们都推下去 这样我就能得到 所有的食物和爱了 你这个混蛋 救命啊 妈妈 妈妈 老大 其他兄弟们去哪里了 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 儿子 你说奇不奇怪 明明是亲生的 你怎么长得越来越不像我了 谁是你亲生的 你眼神可真好啊 这么就才看出来 我是杜鹃 不是喜鹊 啊 什么 你不是我的孩子 那我的孩子都去哪里了 我把他们都推下洞穴去见太奶了啊 天哪 你怎么下得了手 他们都是你的兄弟啊 这就是我的本性 你个呆鸟 替别人养孩子都不知道 真是糊涂 哎呀 我竟然遇到了杜鹊夺潮曲 GYB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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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